表情猙獰 單手著底 東歐柔道選手歐斯曼諾夫 在奧運奪下男子73公斤銅牌後 因為太興奮奮力揮拳慶祝 結果揮得太大力 導致肩膀脫臼 當場痛到不行 另外美國永江梅飛 在男子100米洋湧奪下銅牌 當天她雙喜臨門 在頒獎儀式時 梅飛懷孕的老婆 在看台上舉標與告知 他們的小孩性別是個小女孩 讓梅飛超開心 還說朋友的小孩也快生了 之後可以當閨蜜 這次奧運還有好幾位媽媽選手 埃及極箭選手哈菲茲 挺著懷孕7個月的運度參加奧運 闖進16強後才曝光自己已經懷孕 還有這位亞賽拜人的射箭選手哈馬山洛娃 懷孕比射箭打敗中國選手安祈軒 這次奧運選手有不少人都已經當媽媽 包括奪下銀牌的法國極箭選手奧瑞安 還有美國籃球選手 為了讓媽媽選手們專注在比賽上 這次巴黎奧運 還首度在奧運村設立托兒所 讓選手在練習或參賽時 提供托嬰服務 TVBS新聞綜合報導 TVBS大運動家 跟運動迷一起競技的電行 馬上下載跟中華隊一起all in